喬姆的商業化素 加了麵粉之後它會膨脹 橡膜的商業化素 這是這個嘛 這想像 這又是想像了 對不對 有人說它是用什麼橡膜做的 我也相信它是從頭開始用蘋果加水 養了之後拿這個水加了麵粉 然後做了麵包賣給你 然後就說我們這麵包裡面有淡淡的蘋果味 那大家一聽 哇 真的蘋果真的太厲害了對不對 有人真的吃了覺得有蘋果味啊 那我不能說沒有啊 但是其實很多是你用基本的邏輯去思考一下 大概就會知道一些答案 你想說它是用多少蘋果加了多少水 養出來濾掉了剩下水 蘋果沒有加進來 這個水加了麵粉對不對 好 養成酵母 然後再拿這個酵母加進麵糰裡面 那請問這麵糰這個酵母占麵粉重的 大概百分之二十左右 麵粉重喔 好 那占整個麵糰的多少 也許不到十吧 那你想看說一個蘋果聞起來 香已經很淡了吧 對不對 你不會哇 這麼濃不會嘛 好啊 泡了水 嗯 好像聞得到 在家養了酵母 你還聞得到 你可以去當去 被測試啊 聞香師 大概可以啦 如果再加它麵糰 你說吃起來還有 那你真的可以去參加國際比賽了 也許那個咖啡 那個品測試之類的 因為你去想那個已經在那裡比例 非常非常非常的少 然後它本來原來的風味就很淡很淡 那怎麼還有可能這樣的味道 所以有些東西自己思考一下 不要被嚇到 就跟我們講實在一樣 你自己稍微思考 不要隨便被嚇 我們現在好像台灣人都被嚇到了一樣 動不動就嚇到恐慌那樣 其實很多東西並沒有那麼嚴重 好 這是 這剛才已經講過了 老麵跟這個俊榮 就是致氧生物並不完全相等 好